台湾人逛药妆店的像是牙膏肥皂都是可以水手拿的 但在美国不少的药妆店却把架上的商品都锁起来了 是怕被偷吗 推播时间交给佑芝 好 谢韦婷 如果你今天是去到百货公司或者是美式大卖场 他们有卖一些珠宝首饰金条 这么高单价的商品当然要放进防盗来保存 但是你很难想象这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 他们的零售模式正在大走回头路 这是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报道 美国很多的连锁药妆店 像是CBS 像是Rite Aid 还有Walgreens 这些大型的连锁药妆店 正在把店里比较便宜的商品也通通锁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 首先来看到其实这些药妆店 在台湾就有点像是屈城市康市美的等级而已 通通锁起来 能看吗 这是美国的连锁药妆店 现在锁的东西都不是昂贵的商品 锁的是什么 锁的是高露结牙膏 锁的是牙线 锁的是肥皂 锁的是纸和贴片 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绝 就是因为美国的通膨实在是太严重了 现在美国人变得越来越穷 所以有越来越多人 他们买不起就用偷的 来看到的是就连这一间药妆店 也是把一个只要三四百块台币的睫毛膏 通通锁进透明橱窗里 旁边再设置这样子一个按钮 如果消费者你今天想要买 想要看的话 就点这个按钮 呼叫店员来帮你解锁 甚至你看到的是 不只是整个药妆店四面八方的货架锁起来 就连比较放在中间的商品 像是这个火腿片罐头怎么办 就一个一个放进这样子的透明防盗装置里 这些做法当然都是会重创业绩的 整个销售额已经大减了25% 因为就连美国人当然也是没有美国时间 就在这个店里等店员来帮你开锁 所以有越来越多人 他们投向的是电商的怀抱 但是为什么这些连锁药妆店 不惜要牺牲顾客的忠诚度 也要把这些便宜货都锁起来呢 就是因为这些药妆店发现 这些失窃的东西都是便宜 但是热销而且容易脱手的 这些失窃的牙膏 失窃的牙线去了哪里 去了亚马逊去了伊贝 就是因为美国的店商是没有实名制认证的 所以这些小偷偷了东西之后 偷到的牙线偷到的牙膏 就匿名的转手贩售 现在美国政府也察觉到了 整个通膨对治安的影响 比疫情还要可怕 因为纽约市警局就发现了 就是因为这个通膨导致民众 悲观跟负面情绪笼罩 所以从杀人攻击 还是抢劫的重大犯罪案件 大增了7.5% 而治安变差的情况下 导致美国人根本不敢回到公司上班 他们跟公司坚持说我要居家上班 所以这些美国上班族 不回到公司的情形 也导致了美国的商办使用率 只剩下44%而已 等于有一半以上的商办 都是闲置的 这些商办闲置之后 就导致的是商办周边的店家 像是很多餐厅倒得倒收得收 大概就收了上万家 所以现在整个通膨 对治安的恶性循环 以及这样子的影响 都是非常严重的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 时间还给韦婷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